许家印象给人正面乐观形象 每长13日凌晨 却突然发文写下自己的真实心声 在贴文的一开头 他就提到 长久以来有些事情 对他而言其实非常奢侈 就譬如说 公开抱怨 同时也罕见写下 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 他认为很多看似没什么好 值得拿出来说的破事 也许说出来就没事了 断断的四句话间 流露出满满的无奈 也让不少粉丝看了有些担心 纷纷涌入留言区关心 对此他稍早在留言区 紧急发声表示 真的是破事啦 不要再说我的万年缺款了 不穿那种鞋 我就是没有安全感 无法好好唱歌 知名音乐人左光屏看了 也留言笑 亏大家是不是严重误会了 许家印则回应 非常严重的误会 我快要吓死 真的是让粉丝们许惊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